今年北半球干旱严重 欧洲 美国 中东 南亚 很多地区久旱不雨 今年冬天跟春天 欧洲的降水减少 只有过去30年 平均降水的两成左右 危急了运输 发电 植被跟农业 也助长野火 美国旱象也不遑多让 美国中西部跟南部 都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全国有一半的面积都有旱灾 美国东北角各州跟纽德西州 也出现了严重的灾情 一军一声令下 炸弹应声引爆 7日军方在意大利北部 一处踩石场引爆未爆弹 事先还疏散了当地3000名住户 7月底在河边发现的未爆弹 是二战时期的美制炸弹 大约重450公斤 因为波河干枯水位降低 而裸露出来 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 沿岸的农业生产占全国三分之一 如今意大利遭逢1800年 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全国降水量只有平常的五成多一点 北部波河流域五个行政大区 7月因为严重干旱进入紧急状态 中部托斯卡尼大区是意大利葡萄酒跟橄榄油的主要产区 今年春天开始不下雨 原本耐得住夏天干热的橄榄树都岌岌可为 估计今年橄榄产量会大减五六成以上 橄榄跟葡萄向来是意大利干旱区的特产 如今连西北角以滑雪闻名的瓦来达奥斯塔大区都能种植橄榄 生产自己的橄榄油 几年前托斯卡尼大区完全没有灌溉问题 农民反而需要把葡萄园的水排出去 现在农民使用救命灌溉法抢救手上的农作物 匈牙利东南部一座牧场的主人 今年得被迫卖掉大部分马匹 因为今年大汗,牧场里的木草不够吃 这个地区东西各有一条大河 分别是多纳河跟地下河 是匈牙利主要的农业区 生产玉米,火物跟葵瓜子 原本一年有600公里的雨量 但是今年上半年只下了不到150公里 és azóta úgy romlik, romlik, fokozatosan romlik a helyzet 现在已经连着了,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我认识了这么危险的状态 我认识了 法国8月初经历今年夏天第三波热浪 虽然威力没有前两波强 但是7月开始的干旱继续恶化 水体蒸发加速 民众用水又增加 形成法国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一百多个城市都需要用卡车载运饮用水 因为自来水管已经流不出水 欧洲加上英国有六成的土地处于干旱 美国的旱象也令人摇头 犹他州著名的大盐湖水位 降到了1847年以来的最低点 1980年代水位高峰时期 整个湖面面积有7700多平方公里 现在剩下2400平方公里 干涸裸露的湖床就有2000平方公里 美国地质调查显示 今年秋季跟冬季 大盐湖的水位还会继续下降 严重影响自然环境 也会影响价值13亿美元的产业链 湖底的淤积物如果暴露在空气中随风飘散 更会损害附近居民的健康 北加州特雷西市附近的农田 长歪的小黄瓜一年比一年多 农民都束手无策 长年干旱山上流下来的淡水减少 太平洋的咸水于是更深入沙加缅度河跟圣华金河 这两条河的盐分越来越高 已经不适合民用跟灌溉 另外内布拉斯加州跟科罗拉多州 为了争夺南普拉特河的水权而僵持不下 科罗拉多州人口不断增加 还打算投资百亿美元 在南普拉特河沿岸展开200多个计划 要是成真 南普拉特河流入内布拉斯加州的水量 可能减少九成 于是今年1月内州撕毁了两州99年前签订的协议 要在科州的土地上新建运河 截取南普拉特河的河水 气候变迁 干旱加剧 除了粮食大战 墙水大战也一触即发 西安 请不吝点赞 支持 домой